有这么一个品牌 只要大家提起呢 就能想到的代名词就是安全 对没错 那这个品牌的名字呢 就叫做沃尔沃 那沃尔沃的XC60 在中型SUV的排行销量榜上 也一直保持着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很多人觉得 就会问那沃尔沃XC60 这台车它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驾驶了它 一起好好的给大家聊一聊 我们今天所驾驶的这台XC60呢 它是四驱志亚豪华版 就是顶配 售价呢是47.49万的这么一台 那这台车它的一个动力部分 它是搭载的2.0T的四缸涡轮增加发动机 加48V轻混 然后配备的是81T的变速箱 81T的一个车型呢 它并不像双离合那样 在低速的时候有卡顿 这台车它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点卡顿的 所以说它在低速的时候 当你深踩油门下去 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动力啊 还是非常强劲的 但是随着速度提高之后呢 来到中后端 那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动力呢 可能是稍稍微的有点变弱了 但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样的一套动力搭配 不管是你在程区 还是在高速 应对下来 都是没有任何一点问题的 所以说动力部分啊 大家可以完全不用担心 听着呢 咱们来说一下它的一个转向 虽然我承认它的转向呢 是有那么一丁点的 有虚伪的 但是没有关系啊 你在日常的一个驾驶起来的话 你在转弯还是变道的时候 这台车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都还是非常轻盈的 你要想它作为一个中型的SUV 它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 它的方向盘调校的是那种比较轻的 所以在你日常的一个驾驶起来 你不会感觉到 你开的是一台中型SUV 相反呢 你觉得你开的是一个 那种体积比较小的轿车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它的一个驾驶模式 这台车它并没有给到你 很多的驾驶模式 它只有一个 那就是越野模式了 它这个越野模式有什么用呢 就是当你驾驶在那种极端路况的情况下 你比如开出去游玩了 你碰到那种很烂很烂的路 那普通模式应对不了了 好 那你打开它的这个越野模式 当你打开这个越野模式之后呢 它可以就是帮助你通过那些极端的路况 其实它这样的一个设定哈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像现在很多的车型 它给到了你很多的驾驶模式 但是实际上你日常开来呢 你用的最多的也就只是一种 你除非是碰到那些 就是不同的情况下 你才会用不同的一个模式 那这台车呢 它本身的这一个行驶起来呢 就已经可以应对很大部分的一个路况了 那它只做一个越野模式 帮助你去通过那些极端路况 我觉得它做到的这些呢 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给到了你更多的东西是实用 既然说到了它实用的配置 那咱们来说一下它的全速自适用巡航 为什么要说一下 因为这台车它的全速自适用巡航的一个调教呢 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前车跟车的时候哈 它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呢 是那种慢慢的去刹停 如果前边刹停的话哈 它是慢慢的去刹停的 它并不会给你一种很突兀的那种感觉 你要想全速自适用巡航 它最实用的场景呢 应该是在高速或者在市区堵车的情况下 那有这个配置可以大大的减少了你用车的那种疲惫感 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这台车它另一个优点就是启停 是不是有一点小懵 为什么说启停是它的一个优点呢 我也绝对相信有很多有这个启停功能的车主 他上车的第一件事呢 他就是把这个启停给关掉 那关掉的原因呢就是很简单 就是发动机在启动的时候 它造出的那种感觉会非常的令人不舒服 但是这台车它并不一样 如果在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 发动机停止工作了 好 当我们踩下去油门 发动机再次开启工作的时候 它的那个突兀感不是那么的明显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它的一个优点 说完了以上这些 咱们再来聊一下这台车 它的一个底盘悬架方面哈 这台车的一个底盘悬架呢 它是前面搭载的双叉臂 后边是多连杆的一个搭配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让这台车不管是在过弯 还是在出弯的时候 这台车它的一个车身稳定性控制的很好 没有很明显的一种侧星 所以说在日常驾驶起来的时候哈 你完全不用有那种侧倾所带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然后说完了它的这些优点哈 咱们再来说一下它有某方面的缺点 最大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发动机的噪声上面 这个噪声哈 说实话是真的大 就是当你重彩油门下去之后 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轰鸣声呢 有点类似于柴油发动机的那种声音 很大很刺耳很让人不舒服 但是没关系哈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车它给你配备了哈曼卡顿的音响 这个哈曼卡顿的音响呢 在你日常的行车 你上车之后你放点音乐 它会完全的去把这一个发动机的噪声啊 还有它车外的这些噪声给压的差不多 其实说实话 当你放了歌之后哈 它的这个噪声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上车之后听音乐的习惯哈 那其实说实话 它的这个发动机声音呢 确实是有点大 我们动态体验完了这台XC60之后 现在我们静态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2023款的XC60B5的一个版本 它在外观方面究竟有哪些变化哈 唯一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哈 就是在它这个中网部分 它是采用的双车头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样竖直的一个直铺式中网呢 它是搭载的它的豪华版的车型上 而它的那种菱形带黑化的那种版本呢 它是那个运动版的一个这个车身上面的 所以在这两个上面是做了一个区分的 其他的上面呢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了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台XC60的一个车身侧面哈 来感受一下这台车 它作为一个中型SUV 它的一个车身高度 这台车的一个车身高度呢 是1米66 1米66这样的一个数据 不管是对于温柔舒雅的女性 还是成熟稳重的男性来说 这样的一个高度都可以轻松的上下车 没有一丁点的阻碍 所以说对于一个中型的SUV来说的话 它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的 现在坐进这台XC60的车内哈 我们来说第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点 就是这台车呢 它的中控布局是采用了T型的一个中控布局 而且呢 这个布局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物理按键哈 这些按键的东西就是没有太多 看上去的会非常的简洁 然后它这个内饰中 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这个中控屏 这个中控屏哈 里边包含的东西呢 我觉得很实用 你就比如它的导航 还有它的这个天猫精灵 以及这个iPhone的CarPlay 只不过这个CarPlay呢 它是需要有限的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它的这个水晶挡杆 这个水晶挡杆 它跟我们平时握的那个挡杆呢 它不一样 这个感觉呢 虽然我说不上来 但是感觉下来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哈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布局哈 在我看来呢 它跟我们现在的那些车型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车型呢 它都在追求视觉上的豪华 而这一台沃尔沃呢 它是追求的感官上的豪华 它并不像其他车型那样 去追求那个氛围灯啊 多少多少种颜色 那这台车呢 它是没有氛围灯的 它大多数的一个注重点呢 就是在你感官上的 你就比如它的座椅 这个座椅呢 它是采用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座椅 你坐上去的第一个感觉呢 就是感觉有点反反的 但是在你久坐下来 这个座椅坐着真不会太累 紧接着我们坐到这台XC60的第二台哈 前边呢是我的一个驾驶位 然后后边的一个腿部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有两圈的一个距离 头部空间呢 还有个一圈的一个距离 我们可以发现这台车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全景天窗 全景天窗的一个好处就是增加了车内的一个通透度嘛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第二排的一个乘坐感受 其实这一台XC60的第二排 我个人觉得它的第二排的坐垫是有点短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哈 它的坐垫呢 它是不能给我腿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长坐下来的话 会有点累 然后我们拉开它的这个扶手 这个扶手呢 它是做了一个隐藏式的一个背架的一个设计 你这样轻轻按呢 它的背架就会弹出来 这个背架哈 我觉得还是挺有质感的 我感觉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那它后排有什么亮点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就是它是采用了一个分区空调 这个分区空调的一个上面呢 它还是带有一个小屏幕的 这个小屏幕的作用就是可以调节 后排的一个空调出风口的一个风量大小 现在我们动态的静态的都体验完了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台车哈 这台XC60在我总体体验下来呢 它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动力跟它的静态来形成了极强的一个反差 那这台XC60呢 它在二月份的一个销量呢 是同比增长了67% 以这个数据上来看 它的一个销量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很多人就会问了 那我们今天提案的这台呢 它是四驱豪华的顶配车型 那我有没有必要去选择到顶配呢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哈 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的话 你选择它的顶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顶配你该想到的配置 该有的配置它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有40多万的一个预算 你会不会去选择这么一台 既安全又有豪华的沃尔沃XC60呢